我們現在開始上的叫天然災害 我們會教一堆東西 最愛考的是地震 第二來考的是山崩 有考過土石流 還有兩個我會教 但大考是從來沒考過 叫做乾旱跟洪水 這兩個從來沒有考過 我們第二要教的叫做地震 北當地震 這個是921大地震 台北市的重災區 東興大樓 這一次台南地震各人家比較大 他整個這樣垮下來 這裡面後來 大概9天來幾天救出兩個年輕人 我後面可能有機會 要這兩個年輕人的事情 OK 好 那這個是風飛斷橋 你看他的橋斷裂對不對 還有一個右邊 有個什麼東西 小小的瀑布 應該是個斷層穿過去 咔嚓 我們斷層 斷層 有一個 在前面一個小小的瀑布 斷橋斷掉 斷橋斷掉 石膀霸 這上面是我拍的 就是那個霸 水壩垮了 就保持原樣 已知紀念 所以我大概一年以後去拍的 長這樣 就它垮下來 石膀霸 石膀霸 好 石膀霸 好 跑下來 還有一個下一個也是我拍的 就是這個鐵軌彎曲 好像在地震博物館有它的複製品 這個是 但那是複製品 這是原版 原版還留在民間箱 原版 當然就不能再走火車了 鐵軌被蹭歪了 下一張大概是 921大地震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大概921大地震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2021大地震最有名的一張照片 長這樣 那第二天的頭髮 幾乎都在上面做 你看那個人 看那個人 再看他凸起來的樣子 對比一下就是要凸起來有多高 凸起來有多高 好 雖然這個人可能有點距離 稍微遠一點 不過你可以知道 不會差太多嗎 這個學校也不存在 這個學校就變成地製的博物館 這個學校就變成地製 就現在地製的博物館 就變成它了 OK 好 接下來要做 驗色湖 這個後面提到它 我們的921跟大陸的文川大地震 之後都形成很多的驗色湖 這給麻煩 因為它常常會造成二次傷害 它是一個麻煩的東西 來 為什麼地震呢 為什麼會地震呢 每個民族有它自己的神話故事 台灣人怎麼說的 地牛翻身嘛 對 上次有個可愛的 上次有個可愛的新聞記者 寫了一個天牛翻身 把它寫著天牛 啦啦啦啦 我們台灣人說是地牛翻身 日本人說是大鯉魚 底下有鯉魚 鯉魚在動 所以地都會動 日本人說還有什麼烏龜的 什麼之類的 各有各的講法 這就是所謂神話故事等級的 神話故事等級的 現在當然就是用所謂地質學的 地質學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會地震呢 那會造成變的原因有很多個 這些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地震 比如說火山爆發可能會產生地震 比如說 洞穴的灘陷 灘落 或者隕石的撞擊 也都有可能產生地震 但是 絕大多數的地震 都是什麼來的 斷層 所以上學期再教斷層 都就是地長地震嘛 地長就叫地震 所以 考試如果問你說 為什麼會地震呢 你就寫什麼 為什麼會地震 因為有斷層 斷層造成地震 斷層造成地震 所以 絕大部分都是因為斷層來的 所以有斷層作動造成地震 這就是地震的原因 因為地下有一個斷層 等一下會有一個東西 跟這個斷層有關係 這個名詞有關係 你要待會再說 好 1906年 中間大地震之後 造成很懸重的傷亡 他開始研究 我們在那裡頭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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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位大哥 提出了一個叫做 彈性反彈學說 來解釋 為什麼會有地震 就是這樣 這邊呢 一大堆 一大堆的字 都是來解釋這張圖 這裡一大堆的字 都是來解釋這張圖 這張圖的意思就是 這張圖的意思就是 地下有一個延程 受力彎曲 變形 積聚能量 終於有一天 動尾條斷掉了 噔 斷掉 就把能量釋放出來 這個釋放的能量 用坡的形式向外傳 這個坡傳到地面 不會再晃嗎 就使地面晃來 晃去 這叫做所謂的 北當地震 所以這叫做彈性反彈學說 這叫彈性反彈學說 所以 這上面的一大堆的字 上面的一大堆的字 就是來解釋這張圖 就是我剛才給各位示範的那個動作 嚴懲受力 扭曲變形 積聚能量 終於有一天動尾條 它就斷掉了 斷成 斷掉了 然後能量釋放出來 用坡的形式向外傳 傳到地面 使地面晃來晃去 叫做地震 這個坡叫做地震坡 地震坡 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次就講這句話 或者是這個圖也一樣 這也是一樣 這個圖的意思 這是剛剛那個圖嘛 這個圖也是一樣 下一張圖還是一樣 嚴懲受力 扭曲變形 最後斷掉 噔 能量釋放出來 波傳遞出來 等地震波傳到地面就產生 地震 就是我們的 男性反彈學說的說法 就是 這邊的keyword就是 請問你 為何會發生地震 因為 地下產生 斷層 就是我們的重點 OK嗎 OK